大家好,很久沒試過在我的頻道和大家見面了 那麼久沒見面了,有什麼沒得過說一些九五八八的東西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今次我要說的九五八八東西就是 你們這些 硬膠包裝 我說的硬膠包裝不是粗口鞋陰 而是真真正正的硬膠包裝 當然他們同時都很按鈎一下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你是無法用人類的力量把它打開 無論你咬,用手撕,拳打,腳踢 如果你沒有工具的話 是不可能把它打開的 如果你這麼不幸,流落荒島 你收到一把硬膠包裝,包裝著的銅軍刀 如果你想打開包裝,想用銅軍刀來求生 你知不知道第一步要做的是什麼? 你是需要徒手起木佛出來 搭木佛回市區,放一把剪刀 再搭木佛回荒島 你才可以用那把剪刀來打開包裝 因為我很肯定在自然界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工具 是可以破解到這個包裝 還有,如果你在市區經過藥房的話 記得要買一把藥水膠布 因為就算你這麼幸運有把剪刀 當你剪刀那些包裝的時候 那些膠是利到PK刺刀到痛到混蛋 那你一定要買這個膠布 以防萬一 這一點我不擔心,現在香港這麼多藥房 真是不明白誰發明這些 這麼反人類人體工學設計的包裝 這裏的膠又壓定,又難開 還不可以被大自然分解 你也知道香港人是不會回收 全部都放在堆田區 而且最壞是一定要工具才能開到 如果工具一定要用了不久 因為用得久的話 那把剪刀一定會咬 實施不了的 都不知道是不是一些商業策略的大陰謀 自從硬膠包裝開始流行之後 我們剪刀的銷售額 已經上升了200% 嗯,做得很好 我們將來還會改造 剪刀的包裝 令剪刀是用縮帶的包裝 那別人要買另一把剪刀 才開到這把剪刀 我們預期剪刀的銷售額 是將來會上升2000% 這個建議十分之好 不過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酒飲 這把剪刀不是開玩笑的 我真的很難無言 這把剪刀是我在現在的家笑看到的 他們竟然用硬膠包裝 Mark II 2.0 索帶來索帶 即是甚麼 即是你真的要買另一把剪刀 才能開到它 如果你問我這個世界有雞仙還是蛋仙 我一定說是有剪刀先 因為如果沒有剪刀的話 根本不可能打開第一把剪刀 那如果你沒有剪刀 這個世界所有包裝都打開不了 那人類就連唯一生存希望 都沒有了 其實箱呢 都不用在這麼大的實驗室 來找上帝粒子 因為Emilio可以告訴你 其實那把剪刀本身就是上帝粒子 因為沒有剪刀的話 上帝根本創造不了這個世界 你看看他 他用不到銅關刀 他又做不到燈 沒有燈 沒有燈又沒有光 是不是 甚麼都做不到 那人類呢 已經不可能生存到 這些世界都會回到混沌那裡 所以到最後呢 我真的很想跟一些生產商說一句 我頂你個肥 不要再用那些硬價包裝 包裝你行不行啊 用剪刀我永遠想用的時候 都找不到剪刀 最後把剪刀弄得很痛又煩 你在哪裡